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Angry 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千蓝老师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 好,那本期的话呢 是我们Angry Bot案例分析的第二讲 那么本节课的话呢 我们将正式开始Angry Bot案例的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大家在下载安装了Unity之后呢 很多都会自询运行的这么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愤怒的机器人Angry Bot案例 那么游戏当中呢 玩家需要控制主角去消灭机器军团 那么操作呢 采用虚拟按键 那么简单流畅 还有加上一些就是有扫射的 扫射啊等等一些射击的一些音效 能给我们玩家带来就是一些爽快的一些射击体验 当然这个是第三人称视角的 而且现在的话呢 有很多第一人称视角的FPS游戏 特别是微信上面有很多 当然其中一部分呢也是采用Unity进行的开发的 那么就是Unity呢 游戏是采用Unity的引擎开发 它的光影效果啊等等都非常的不错出色 而且有真实的 这个有着真实的阴影 甚至连地板的反射都做了一些非常的细腻和逼真 那么场景贴图呢也十分的细腻 地面上的铁丝网格 网格也更清晰可见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解最基础的 就是一个资源的准备 也就是我们游戏开发流程中 我们的美术同志做好的游戏资源 我们如何运用到游戏中来 好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还是运行一下Unity 我这个地方把我们的Angry Bot导入进来了 前面的课程我有讲 这地方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好 现在运行当中啊 没运行起来吗 这边已经运行起来 刚才我还运行起来 有一点卡啊 不好意思 好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Angry Bot的程序 它应该正在运行 因为可能程序有点大 打开的速度会稍微慢些 因为它还会导入一些资源 好 那么我这边就接着往下讲 待会运行起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本节课的话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资源的一个准备 到时候 我给大家的项目代码呢 就是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Angry Bot 有些同学呢 那地方可能安装过后 直接就有这个案例了 然后直接运行起来就OK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 代码打一个包 放到我的百度网盘里面 大家可以 没有这工程的同学呢 大家可以下载 当然这里面呢 就是已经成功导入了成功的资源呢 就后面讲的内容呢 就是让大家明白 清楚明白 我们怎么从三维软件中 把这些就是 美术同学做好的模型 就是我们可能其他的项目哈 做好的模型 导入到我们的用选当中 同时我会把课程用到的素材呢 就是这节课用到素材 单处拿出来 便于大家对照视频进行实验 那么我把相关的素材呢 就放到MyModel什么念夹当中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Angry Bot的一个工程案例 我们运行一下 它运行 我们等它运行起来 我们把这个Game视图最大化 当然因为这个啊 它用到的一些渲染的话呢 都是一些最新的一些渲染 所以的话呢 会稍微的比较卡一点 我们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连边缘 就是我们的镜头边缘的 有一个模糊效果 也做出来了的 所以会稍微有一些卡 包括这种爆炸效果 也是做出来的 就包括我们开枪设计的时候 有一盏灯 它会会打亮 所以啊 它的性能用的比较高一些 也比较卡 当然这个的话 我也已经实验过了 到后面给大家讲 就是发布的时候 发布到啊 iOS的机器上 WPS的机器上面 都是可以的 当然发布的iOS机器上 肯定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我们就先暂时放到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的啊 静态资源的一个导入 那么静态资源的导入呢 就是我们首先啊 就是我们可能大家觉得啊 我们做Unity写程序的 还需要什么美术啊 但这个我觉得啊 不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能力应该有一部分 是有交叉的 就是我们至少会懂美术的一点点 然后美术同学的话 懂程序的一点点 那么这个交叉的部分呢 就会让我们的分工协作的话呢 就是配合起来的话呢 会更加的流畅和顺畅 就是沟通起来的话 也会更加的节约时间 那比如说我们做程序的 能够懂一些美术或者3Dmax的内容的话 那么在制作起来的时候 也更能够定位到 就是我们啊 的问题的一个所在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首先打开的 我们这个静态资源的一个导入 我们打开这个 就是啊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第四张 AngryBot的一个Axis 这个地方我取名的叫Objects嘛 大家那个MyAxis也可以 然后我们打开 就是我们的BoozerBoot 就是我们刚才的 就是它原始的那个 我们可以打开双击 这个max文件 大家要把3Dmax装一下 这个我下载的是一个最新的 一个3Dmax 2014版本的 应该可能现在也有2015版本呢 我们打开 它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静态的资源 其实啊 美术同学做完过后 我们最好就是全工 就是全全小组嘛 最好用同样一个 一个版本的 一个3Dmax吧 用一个版本的 就不会出现 就是你的东西 我打不开 我的东西 你打不开的这种情况 或者有些其他意想不到 因为版本的问题 而导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可以稍等一下 然后 我们这地方打开过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小飞机 就刚才我们在里面看到的 那个就是 像小蜜蜂一样的一个 一个敌人 他还正在启动 就是刚才这个地方 我们运行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刚才运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模型的话 就是我们运行起来过后 运行起来过后 我飞过来打我的那个敌人 他有一个AI的飞过来 就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飞过来打我的这个敌人 已经被我干掉了 就是这个敌人 就是我这个模型的话 就是这个静态的这个敌人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是英文版的 也有 当然也有中文版的一个破解 其实大家中文版英文版 我觉得应该都是OK的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视图 去掉网格 我们把它最大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 看到的那个飞行的一个机器人了 然后大家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向下的一个激光的一个光速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左了顶点色 就把就有一个过渡 就是下面是黑色 上面是红色 然后后面 加上我们的歇点过后呢 这个黑色的地方 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 然后感觉就是一个 上面有一个激光照下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的话 所以这个要做顶点色 以及就是我们的 Shader变成的话 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让整个这一块模型 就是下面红色这一块模型的话 感觉像 那种一片的那种灯光的效果 好 这个就是在 就是假设 这个就是我们美术同学 制作好的一个模型 给到我们 然后我们来完成导处工作的话呢 就是这是一个静态模型 我们就需要导处了 首先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模型 有没有什么 比如贴图贴错了的 比如我们检查这些贴图 有没有贴错的 然后有没有法线法 等等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没有 这个肯定是官方的嘛 肯定没有错 然后我们还要就是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用到的 就是之前的课程也讲过了 就是我们的单位一定要一致 就是我们的比例尺 一定是要一致的 那么 这个他给你的东西过后呢 然后大小才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导出 我们再点这个地方 export 我们导出 好 我们导出到 假设现在的话 我们就直接导到我们的工程里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工程里面 给创建一个吧 好 我们创建一个 这个地方创建一个文件夹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就是我们的导入的一些 模式文件 就放到myfbx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导的时候就直接导到这个工程里面了 然后就还省了 省了一步 节省了一步复制粘贴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到 就找到我们的这个项目 在一盘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access 然后就是myfbx 好 这个就取名一个 比如说叫我们的fly 就是一个小苍蝇 或者 或者这样的东西吗 flytest 好 格式的话呢 就选fbx格式 然后这个是我们支持的 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第一次 我们导出的一个面板 好 我们再另外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导出这个模型 首先检查了 就是贴图 以及其他的相关属性 以及场景中 确认这个模型没有问题 过后就导出了 然后我们导出的呢 是fbx 表示大家看到了 然后导出过后 会有一个导出选项栏 这个在之前的导出章节呢 我也专门讲过 这里可以再说一下 然后我这个地方截图的话呢 是在我另一台电脑上 用的是一个中文版的 大家也可以对照起来 就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静态的模型 它没有动画的话呢 我们就去掉动画选项 那么可以稍微节省一点支援 同时呢 我们勾选一下 嵌入的媒体选项 就是embedmedia选项 那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区别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elemission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这个选项给去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勾选上 就是我们的 加上我们的这个地方 embedmedia embedmedia选项 好 已经勾成了 就是我们导出的时候呢 需要把那个就是 我们的就是媒体资源给导出来 就是我们的贴图啊等等 这些给导出来 好 接下来导出了OK过后呢 我们就点击一下OK 好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导入到了 我们刚才的路径当中去了 然后啊 我们对应的打开一下 看一下打开unity 可以看一下 我们fbx下面 好 这地方就有 已经有了我们这个 这个模型了 看到没有 同时他这地方就是 已经都制作好了 就是有了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拖大一点 看到没有 就是有了 已经有了这个灯光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它是在模型里面 就已经做出来了 这种效果的 就这个模型下面的边缘 它就已经是黑色的部分 它就已经有那种 就是逐渐透过去的 这种半透明的一个效果 看这个就是他做好的 在模型里面做好了的两块东西 OK 当然shader也是刚刚我讲的 我以为他是用shader来实现 shader其实也是能够实现 但模型能够直接实现的话 那就更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模型就算导完了 导出完成过后呢 那么静态资源的 我们就相当于给工程准备好了 那么所有的美术的静态资源的导出方法呢 都是类似的 不过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家在导出的时候 肯定还会就是和我们在真实项目当中的时候 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只有对症下药了 就遇到静态资源导出的问题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就是我也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解我们动态资源的导出 这地方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模型导出了过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这地方会生成一个 这五模型的名字的一个FBM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到的贴图了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用的一些贴图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导出我们的动态资源 动态资源的话就是呢 我还是在刚才那个文件夹 小命还准备了一个 我们的一个角色资源 大家双击打开我们的这个player.max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的模型 以及配套的武器 还有就是角色动作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东西打开 player 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要稍微等一下 应该马上也就OK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角色模型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打开过后全是一个线框的 然后我们按一下F3 好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角色模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不同的可能版本打开的 这种角色模型 看到的效果不一样 我们比如说点一下F3 F2 F4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线框的一个显示 不同的一个显示方式 我们点一下F4 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线框显示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边 我们选择它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物的一个不限 当然它还有一把武器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角色模型 角色模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下面有155帧的一个动画 他就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样 我们把按一下F4 我们可以播放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他的动画的一个情况 他也可以看一下没有 他就是155帧有不同的动画 但是他这个动画的话呢 全是做啊 做到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动画文件上面的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就正常的站立动作 然后有个向前跑的动作 向后退的动作 向左跑的动作 向右跑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 其实就是对应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拖动这个 也可以快速的浏览 就是 当然我们这个的话呢 其实是对应到我们这个程序里面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人物角色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动作在哪里哈 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进行了一个拆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跑的动作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站立的动作 然后还有就是倒退的动作 就是我们刚才啊 在游戏里面看到的这些啊 一个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动作情况 他进行了一个拆分 但是我们运动运行的时候 就就可以完全看到 比如像左跑的一个动作 像右跑的一个动作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动作 导出来过后 在用力进行啊 就是一个切片的一个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同样检查了 就是我们的啊 动作和模型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啊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导出了 然后我们还是给export 然后导出的路径呢 我们还是选择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文档 我们还是导到我们的fbx里面 然后我们取名字叫一个player myplayer吧 这个就是player test 这样避免和我的项目里面的名字 产生重复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 这个admission必须要勾选上 同时烘焙动画也必须要勾选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啊 思维导图里面的中文的一个对应 就是我们就直接把它导进去 就烘焙动画也一定要勾选上 就是它的动画 我们也要一并导入 那么注意就是有动画文件的 必须要勾选动画和烘焙动画 这样的话动画才文件 才能够一起被导入出去 好 我们勾好了这些过后呢 同时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其他的一些选项 就是说贴图需不需要导入啊等等 好 都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OK 好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警告 我们不管它哈 有可能就是因为啊 比如说我们的贴图丢失啊 或者其他东西的掉了 然后我们暂时不管它 如果有贴图丢失的 我们再另外把贴图给复制进去就好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myfbx 好 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player test的这个文件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击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动画文件都是在一起的 看到没有 这个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也是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 打进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比如说啊 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了 我们假设新建一个场景 有一个sense 东西 好 我们比如新建一个sense 我们就可以 其实刚才我们导进来的东西 我们直接就可以拖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角色啊 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 刚才就这个飞机的这个模型 就是这个小苍蝇嘛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小苍蝇的这个模型 就直接就是包括这个角色 也都是直接就可以啊 拖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制作成我们需要的perfable了 好 然后的话呢 啊 我们打开 啊 unit 这个就是刚才的 就是我们把刚 这一步的话 就是刚才我已经进行了 就是把我们刚才的 就是fbx文件给放进去 然后 我们进行到了 其实已经进行到这一步 就是选中fbx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选中fbx过后呢 这个地方有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是静态东西 它我们没有导alemission 所以没有alemission 然后它有model rig 以及alemission 然后model和rig 以及对应的下面的每一个参数 我前面的课程都有进行讲解 大家可以回去对照一下 就是我第一章的课程 就是我们的模型的导入导出的模块 可以对应的讲解 就是每一个 包括选项啊 以及这些参数是什么 意义 这地方我就不再 重复再讲一次了 大家可以往回翻一下 以及包括rig下面的一些参数的一些意义 当然player test的话呢 这个model的话呢 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具备一个alemission的作用 alemission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一共有155帧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进行 一个就是动画的一个剪切功能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地方剪一下加号 它就又能产生一个 take0010 比如说我们对应的 先去掉一个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裁剪 比如说我们 把take001 给它裁剪成 比如说我们的到了 我们的30帧的话 这30帧是一个什么动画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动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逐步 因为当然这个制作动画的同学呢 它肯定会告诉你 比如说 从0到70帧是第一个动作 从70帧到多少帧 又是另外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对应的把它 在这个地方剪切成 我们需要的 不同的动画文件 那么剪切出来过后呢 就是我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场景里面 就是我们的主场景里面 不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这这这 好 就是我们主场景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角色的 身上的一个动画 就是它会拆分成这几个 就是我们的 Idle Run Forward Run Forward 然后 哦 它这一张都是为啊 以30帧 就是30fps嘛 30帧为一个 基础的一个界线 就是都是30帧 是这样子 好 这样拆分完成过后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 动态模型的导入 和静态模型的导入呢 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 就是模型的导入导出 都离不开 这两种嘛 好 那么提醒一下呢 就之前还有讲过一个重点 这个刚才也讲过 就是我们必须要 给所有的同学 就是用的 第一个是3D Max的版本 要有一致 Unity的版本 要有一致 然后还有就是 沟通好我们的单位尺寸 就避免后期单位不统一 比如说有些单位不统一的话 导到Unity里面 可能就是100倍的一个大小 如果还缩放一下的话呢 就有些 如果同学又用的一样的 又不用缩放 那么当物体 或者模型多了过后呢 就容易搞混淆 好了 那本期讲解的 其实就是每续 美术到程序的这一步 就是我们 是怎样配合和完成的 就是其实美术同学 给我们都是一个Max文件 当然有些厉害的美术 他懂Unity的呢 他甚至可以直接给我们 就是导入到Unity 做好了的 Perfable文件 或者FBX文件 那么其实这个工作呢 就是在实际项目中 工作量较为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他其实就是 大量的就是美术 做好了东西 过后就会丢给我们 然后我们来制作成 Perfable 当然呢 这个难度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只要和美术同学 做好沟通 然后保证导进来的东西 符合我们最后想要的效果 就OK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课程就是这样 那么本期证言就是 现在我们觉得 种种的困难 迈不过去的坎 其实在时间长后中 我们回头看 其实觉得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 好 谢谢大家